一起搶先收看 二分之一搶網路獨播版 那有時候台灣的婚商喜慶 有時候真的 文化跟國外真的不一樣 對 會不會你們當初來的時候 會搞不太清楚 會有尷尬的時候 我有 我有一次就是跟我前男友 去參加他朋友的婚禮 然後因為俄羅斯 我們沒有一定要送紅包這個係數 我們可以使用禮物 可是你真的要很用心跳 你可以就是早點問 新夫妻他們可能需要什麼東西 你可以送給他們 因為這個朋友我完全不認識 所以我也不知道要送什麼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用心跳 一個禮物家裡可以用的一個電子產品 我到了現場送給他 送給這兩個人 就是新郎跟新娘 他們的臉色就 我真的覺得很尷尬 他們是不喜歡 還是他們已經用一樣的東西 還是怎樣 可是他們什麼都沒講 後來我們做好要吃飯 因為大家都要去唱歌 可是我不想唱歌 所以我就在旁邊看著 然後我旁邊有幾個就是阿嬤 也被他們罵死了 他們說幹嘛送這個東西啊 因為不知道 老吾阿嬤要送紅包耶 而且就是就罵得很兇耶 而且一邊用台語一邊用國語 我真的搞不懂 然後是在罵什麼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不知道這個東西啊 而且我也不是隨便送了 也不是送什麼垃圾啊 所以真的很尷尬 後來我知道了 台灣真的要送紅包 紅包文化 原諒那個三個阿嬤 因為他們都是前女的 沒有 又都穿紅色的 我記得 三個都穿紅色的 是喔 不過他講這個 他講這個我們台灣人收禮這件事情 只能看錢不看禮物這件事情 我自己婚禮的時候碰過一個事情 就是婚禮完嘛 婚禮完然後隔兩天 我就比較清醒了 我就問我妹妹負責幫我收錢 我就問我妹妹說 有一個誰誰誰有沒有來 我妹妹說 有啊 然後我說 我說她的東西 她送什麼東西 她說 沒有啊 她沒包錢耶 我說那 妳已經不拿來給我看 我就那個 駕駛帽子拿來拿來看 就那個人 我那個朋友的名字 他下面就寫一個畫 畫 畫圖的畫 畫 就一般都是多少錢 下面多少錢多少 沒有 她就寫一個畫 然後我就問我妹妹說 什麼畫 她說 媽 妳那個朋友很小氣耶 她就報紙包一個 一個亂七八糟的東西就丟來了 然後也沒有包禮金 我說妳是白癡嗎 那個東西在哪裡 不知道丟哪去了 好了 花了兩天去找 後來找到了 妳知道那張什麼東西嗎 是什麼 我那個朋友是朱鳴的女兒 然後我當年結婚的時候 她當時是送了 因為朱鳴當時 本來是雕刻 朱鳴那個時候 就在我結婚那個前後 朱鳴開始畫畫 然後她請朱鳴畫了一幅畫給我 天啊 大師 然後我家 我當時家人 因為看到妳沒有包錢 而是用報紙 她真的是用報紙 把那個東西隨便包 包 對 因為她自己畫的沒差 那我現在表起來 那是我這一輩子 到目前為止 最值錢的東西 真的很 值錢耶 值不值錢是不是 有那個 我看過那個 朱鳴的國際畫的價錢 是 朱鳴的畫 平常講 朱鳴的畫 沒有她的雕刻來的值錢 可是我那一幅畫 現在180萬 所以她包了180萬 而且我真的覺得 老天很多東西都有浴室 我那幅畫的 朱鳴寫了兩個字叫海味 然後她畫什麼呢 畫兩隻螃蟹 一隻螃蟹是翻過來 然後旁邊有一隻小螃蟹 完全就是我後來的婚姻狀態 一直翻過來 她畫是 上面有兩隻螃蟹 可是一隻是正的 一隻是反的 然後這個反的 你感覺就是翻過來 兩個是對立 兩個是對面 對 手背對面 然後下面有一隻小螃蟹 我結婚沒多久 就跟我老婆離婚了 我只有一個兒子 怎麼會 就是你交配完 沒有把它翻過來 對 我沒有翻 沒有 這些是螃蟹 好恐怖 你畫現在掛在客廳嗎 沒有 那畫我藏起來 藏起來 對 我也有類似 就是因為也是 現在都是很懂紅包的文化 但是剛來台灣的時候 在十大學中文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十大的同學 他就是要結婚 然後就是 我就是 未來就是要送禮物 因為我們瑞婷也就是送禮物 沒有再保錢的 所以我就去買了 就是自己選了一瓶紅酒 然後買了那種紅酒杯 很多的 然後就是包裝這樣子 然後帶去婚禮 然後我到了婚禮 就在那邊 人家就是叫我簽到嘛 然後我就 什麼簽到 好 然後我就簽了 然後就是走進去了 然後發現就是 大家都是坐在那邊 然後吃飯 然後我一直都是 想要把這個禮物送給人家嘛 然後一直都是在那邊 等等等等 然後人咧 我沒有看到人啊 然後他們出來也是就是 著秀啊什麼的 然後大家都是在那邊吃飯 然後一直都沒有看到他們 到他們就是結束 因為他們去慶酒 也是很快速的過去 然後就 禮物還沒有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那個紅酒 因為那個整個真的很重啊 我就想 我不想踢回去 所以至少想要紅酒 我拿出來喝 然後人家都是在同一桌 那我開始說 欸 你來到喝喜酒 你還帶自己喝 自己的紅酒要來喝啊 然後我就說 就麻煩啊 我就不想帶回去啊 然後也一直都碰不到新郎啊 然後我就說 我要給他啊 然後他們就說 你沒有 你不知道嗎 你要送紅包啊 你到的時候 他們會叫你簽到啊 然後你就是要包紅包 然後我就聽到那整個 哦 原來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開始就 往那邊去看了 他們就已經收起來了 已經就人家都不在那邊 然後後來我就是看到他們 就是在送課啊那些 然後就是 那時候我就給他們 然後就是說 不好意思就不知道啊 我本來還以為說 就台灣的婚禮好好喔 有吃的 有喝的 有秀可以看啊 還有在那邊要發禮物啊 可以拿啊 然後覺得很不錯啊 可是就不知道要那個紅包啊 這樣子 然後他就 我跟他說 下次我再包 再包紅包 再補包啦 對啦 下次結婚再補 下次結婚我就再補 可是他就沒有下次啦 當然啊 誰這樣會開心啊 對 我也有一次 我那個妹妹結婚以後回來台灣 然後我馬上要參加一個台灣人 台灣朋友的婚禮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 參加他的婚禮 然後看到他很開心跟他說 我妹妹也是三個禮拜結婚 你跟我妹妹一樣 一樣的 差不多 差一個禮拜而已 然後他跟我說 秀秀要小心一點 台灣的話就是不能參 兩個禮拜 長輩 他怕他們長輩聽到 然後 後來就有一個長輩聽到不開心 然後直接跟 那個我朋友說 好像 用台語講所以我聽不懂 但是好像罵我的感覺 然後就是 我朋友就跟我說 就是秀秀你可以先 可以先走這樣子 然後我就後來 就留一下下馬上走了 對 然後我那時候 第一次知道台灣有這種文化 是 對 不能參加兩個婚禮之類的 沒有 台灣的婚禮 其實是很激情的文化 比如說 我有一次帶一個老外朋友 去參加一個朋友的婚禮 台灣 在台灣 然後他有拿到席帖 席帖上面是六點半入席 然後我跟我朋友約七點半 然後我朋友約的時候就說 不是 媽 人家六點半 你約七點半 我說沒有 你不懂 台灣人就是這樣 台灣人就要這樣 台灣人那種 就要像走奧斯卡紅毯 不要先走 要後面到才選擇你有多尊貴 對 對 然後我朋友就特別去 穿了那個很下巴的西裝 然後很漂亮的西裝 跟我一直到現場 就到現場才發現 所有的男賓客 台灣參加婚禮 都是亂穿 所有賓客都是亂穿 就連那個什麼大人物 什麼鄉長 什麼名帶 來都是瞎穿 然後瞎穿他上去講話 然後我那朋友就覺得 不用穿西裝 你就叫我穿西裝 我不是也穿西裝嗎 因為我也穿西裝 所以他對這種台灣的婚禮 就是整個看過去 他覺得很不理解 而且台灣的婚禮就是 一到裡面以後 我們並不是規規矩矩 坐在那邊 等著那個婚禮進行 沒有 沒坐下去 謝熙 來 快要穿 小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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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的婚禮是這樣 而且是只要東西一上來 就開始這樣 然後不要說到後面 理論上就是送甜點的時候 大家是差不多要走了 沒有 我們台灣的婚禮是 送甜點以後就是 每一四人都走了 然後準備要續他就離開 快 快 等一下 快 收好 快 三 台灣婚禮其實很好 穿那個肉肚子也沒關係 台灣婚禮沒有關係 台灣也不能這樣做 可以 可是台灣的婚禮 我真的覺得這樣沒有差 因為台灣的婚禮 好像大家都好隨便 你不覺得嗎 因為大家都是婚禮蟑螂 走錯攤也沒有關係 就有專業 對啊 婚禮有外國朋友 不要這樣講 婚禮蟑螂 他還穿得滿得體的 我有外國朋友是 席席上面寫六點半入席 然後他還提早到 六點就到 到人家典華那一棟 打電話給我 他說我到了 可是都沒有人 典華不是每一層樓都一樣嗎 我說你七點半 說八點再到就可以了 他不知道 他說現場每一廳都沒有人 每一廳都在辦婚禮 都有寫名字 但是都沒有人 然後他到我就說 你到了現場只有毛豆跟花生米 還有海蛇皮可以吃而已 他就這樣子吃吃的等 等到七點半 門才打開 對啊 我要說到台灣的森林 我真的不懂 有一些規則跟英國完全不一樣 就是在我參加幾個英國的森林 有看到小寶貝 就是寶貝了 但是在台灣不行 不行 不能去啊 這個很奇怪 我覺得很奇怪 我沒有參加過台灣的 但是我的朋友 兩個美國人 他們的房東過世 那他們因為那個保姆也是他們的鄰居 同一個房東 保姆也要參加那個上禮 所以沒有人可以顧他們的小孩 剛出生五個六個月而已 所以他們去那邊就是不是很開心 但是就第一次參加過 所以他們就覺得喔 什麼有新的經驗什麼 然後到的時候 大家就跑出來說 欸欸欸欸 不能進來 說為什麼什麼 就是他們聽不懂規則 就是進來一下吧 我們不怕什麼鬼 沒有關係 進來 他們說不行 就是千萬不要進來 說怎麼樣 那他們輪流 在那個上禮地方那邊 對面的那個便利商店 他們輪流在那邊等 陪小孩 所以一個是半個小時 好差不多了 然後他來了 好爸爸給你 好媽媽就跑去那邊 跟他們什麼喝酒 吃飯聊天 回來就是 好你可以去喔 三個多小時 他們輪流 每半個小時你 好半個小時我 半個小時你 因為小孩不能去 真的奇怪 我還是到現在 我還覺得密信關係 為什麼不能去 小孩不能夠 台灣的 台灣的葬禮 小孩子不能去 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對這個小寶寶來講 他是心生靈 在我們的邏輯 他是心生靈 他的靈很容易被別的靈體 入侵或是改變 然後對死者來講就是 你不會跑掉了 你拿出十年了 不禮貌 在某些邏輯上不禮貌 所以我們不帶小孩子去 可是我有那種外國朋友 來到台灣 像以前比較 在十幾年前 有那種出病的隊伍 都有那種長的黑頭車 那時候流行就是前面會有照片 比較早期一點的 會掛照片 我就有一個比較中性的朋友 然後來台灣玩 然後他就是比較中性一點 我就跟他走在街上 就看到那種大隊人 有禮車 一台階一台那種 旁邊就是很多人 都穿西裝 那有時候那天氣太熱 可能外面的西裝都已經脫掉了 是很白襯衫 那我那個國外來的朋友 他就看到這個東西 他覺得很興奮 因為他在國外沒有看過 他那個好像美國中西部來的 結果他看到那個出病的隊伍 他竟然說 恭喜 他很開心 因為他以為 這麼熱鬧的場面是婚禮 因為他看到那個白色的緞帶 然後那個黃色的花 又有花圈 然後又有罐頭塔 又有一堆人 他怎麼會覺得那個是婚禮 因為他覺得熱鬧 然後又有白襯衫 然後他不知道 因為在美國的中西部 有一些婚禮就是穿白色的 在教堂裡面 然後大家坐在裡面 所以他就一直猛烈的 拍手拍手 然後一直鼓掌 我當下真的很怕 我在那個棺材裡面 因為旁邊很多的小弟 真的會被打死 一直看我 一直看我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只要動動手指 就可以給我們很大的鼓勵喔 記得要按下鈴鐺 讓你收看最新的影片喔 如果還看不過癮的話 記得去點選這邊影片喔